地瓜別再烤著吃了 跟我這樣做,好看又好吃 小朋友超愛吃喔 大家好,我是小高 今天來做地瓜布丁吧 首先將地瓜去皮 然後切丁或切片 完成後放入盤中 接著用電鍋蒸熟 蒸好後倒入較大的碗中 趁熱加入細砂糖 和無鹽奶油 攪拌均勻 像這樣就可以囉 然後再加入100克的麵粉 再用手揉成團 麵粉的量要根據地瓜的吸水度去做調整 揉到像這樣就可以囉 接著將揉好的麵團放入模具中 再用手稍微整理出碗的形狀 然後再用刮刀修邊 像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來製作布丁液 在碗中加入蛋黃 在碗中加入蛋黃 細砂糖 玉米澱粉 攪拌均勻 攪拌到像這樣滑順的狀態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 接著加入牛奶 鮮奶油 再次攪拌均勻 攪拌到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將布丁液過篩一次 將過篩好的布丁液倒入模具中 然後送入預熱好的烤箱 烤箱設定190度中層 烤45分鐘到50分鐘 烤好後稍微放涼 這樣好吃的地瓜布丁就完成囉 我們切開看一下內部 裡面的布丁看起來非常的滑嫩 讓人好想咬一口啊 冰過再吃也很好吃喔 喜歡的趕快去試試吧 我是小高 我們下期再見